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有点恐怖的事件 拉瑞多教堂的回旋题 这个东西大家现在还能看到 它就在美国新墨西州的一个教堂里 这个楼梯一看就非常奇怪 这个楼梯没有中心柱 旋转楼梯大家都见过不少 但是中间都有一个架子或者一个柱子 因为这涉及到物理学的问题 没有中心柱支撑的旋转题不符合物理学 你没有中心柱就没有东西能支撑它 很多建筑学的教授都来看过这个 对这个楼梯的评价就是不合理 因为它不符合建筑学原理 那这个楼梯是谁建的呢 没人知道 而这个教堂是1872年的法国建筑师 安东尼穆利设计的 当这个教堂设计好之后呢 这个栽棱的设计师就发现没建楼梯 所以二楼他上不去 修女就跟这个栽棱的说 麻烦你再给我设计一个楼梯吧 过了没几天 这个设计师呢就因病去世了 接着奇迹的故事就来了 修女啊 你们也知道 遇到问题就要祈祷 找上帝 他们就向这个圣若瑟祈祷 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圣若瑟呢 是耶稣的养父 他是一个木匠 他没有儿子 只有耶稣一个养子 在耶稣来之前呢 就有大天使托梦给他 告诉他 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一定要怀有体谅别人的心 以及深爱儿子 随后他就成了耶稣的养父 并且是个首义人 而基督教相信耶稣的父亲就是天父 所以在1870年12月 圣若瑟被封圣 修女就是跟这个木匠为职的圣若瑟祈祷 祈祷了九天 第十天的时候呢 来了一个破一烂山的老头 手里添个工具箱 修女以为啊 他可能是个要饭的 就把他领进屋给他饭吃 老头微笑的啊 就跟这个修女说 我可以给你建造一个楼梯 但是我有两个要求 我开始工作后 任何人不准进来 第二 不可以有人窥探我建造的过程 修女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答应了这个老头的请求 过了几个月啊 修女不知道见不见好 就在外面喊 想询问一下工程的进度 但是没人搭理他 修女就试探性的开门进去后 发现楼梯已经造好了 老头也消失了 修女不懂建筑啊 他就想感谢这个老头 就想到造楼梯肯定要用木头 就赶到当地的木材商店询问 这才发现啊 这个老头从来没有买过材料 卖木材的啊 听到这个事也感觉挺神奇的 就跟着回教堂看了一下 结果他发现 整个楼梯所有的载重 全是依靠俯手 旋转的角度在260度左右 高度6米 整个楼梯没有一根钉子 或者粘合的痕迹 材料就更神奇了 是一种叫黄松木的材料 但当地根本没有这种树 修女一听 难道真的是神迹吗 但是为了表示感谢啊 修女也发出了雪赏 想找到这个老头 奇怪的就是 附近的当地人 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老头 也没有见过有人运送木材 也没有听到过任何敲击 或者奇怪的声音 修女就认定 一定是神派来的工匠 为他们打造了这个神奇的楼梯 现在也有很多建筑学家 去研究过这个楼梯 结论都是无法复制 不符合建筑学原理 简单来说啊 钉子或者铁制品 是一定要用到的 但是这个楼梯呢 没有 就说明造这个楼梯的人 用了一个什么办法 代替了钉子和铁制品 这就更让人无法理解了 我个人觉得 能做到这个的 中国绝对有一位 就是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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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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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办